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就像這樣子增加他的護盾 然後在你的行徑上面如果有敵人的話 會把他暈眩 就是把他這樣撞起來撞飛 但是他冷卻時間實在是太長 差不多大約要10秒左右 對於我們這種輔助型角色來說 真的是 二技能C太久 冷卻時間13秒14秒 真的是太長 對於朗婆來說真的是一大傷害 雖然在出他的前一個禮拜 真的很多人玩 然後馬上被下修之後就沒人玩了 真的很適合 幫隊友摩恩弄一個護盾 我們蘿蔔 還幫你們開個治癒 可是我們喬的奶茶被困在裡面 他可能要GG了喔 我這邊技能都還在CD 因為技能冷卻時間實在是太久了 蘿蔔還有喬的雙雙倒地陣亡 這是我們瑟伯茲來支援的不用怕 我這邊可以幫你補一個護盾 在地板上敲一下 可以降低對方的攻擊力 可是在這個版本裡面 好像他技能組真的是太廢了啦 而且他的大招 還要蓄力這樣才能一直線這樣敲起來 這一點對我們朗婆來說 還是很廢阿 那朗婆你到底有什麼用 好險我沒買朗婆喔 這場朗婆是開體驗卡在玩的 所以 等一下最後可以看到我熟練度 整個是0 因為體驗卡嘛 那我們現在馬上去找我們的摩恩 天氣那麼冷 我們給他一個溫暖的懷抱吧 畢竟我們朗婆那麼的肥 根本就是石頭人阿 哇有點像紅BUFF欸 這個顏色根本就是紅BUFF二代阿 那我們的摩恩在整理自家野區 那我就去找一下對方的位置大概在哪裡 看一下有沒有藍BUFF阿 像有時候你可以走過去 看一下對方沒有藍BUFF對不對 這時候小地圖的藍BUFF圖示就會清空 那他重生的時候就會重新顯示在剔圖上面 那這邊比較尷尬 看到一隻殘血的井 那因為魔紋來支援了 我本來還在想說要不要撤退 那沒想到我們小丑就先行衝著進去 那其實這一點也是我比較做的 比較不好 就是可能小丑一直在等我進去 然後他才要進去 可是我遲遲都不進去 可是我剛剛在考量到 後面來了一隻奇爾 我在想 如果進去的話 就死的人可能就是變成我 我在想 是不是可以從哪邊跑走之類的 然後我們小丑就衝了進去 然後奇爾就直接貼上了小丑 這點也是我們做的比較不好的一點 那邊發現了 小龍馬你想幹什麼阿 然後之後我們先中路輕易破 再回到我們的藍區 感覺對方笑響我們藍 可是對方納克羅斯正在拆我們上路 沒有過來 所以這個藍我們應該是可以輕鬆把它守住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井這個井 哇射我來說 好像有點抓癢 吃個補包 記得吃一下喔 CC 那我們魔紋也差不多快出關囉 因為魔紋已經整理完整片的野區 那OK 我來保護你囉 可以幫你加一下護盾 然後再把對方攻擊力降低 沒有問題 欸這邊被龍馬戳了一下 哇沒卡牆 不妙不要 那這邊是直接 喔開了一個大招 我以為隊友要打 但是開一個大招之後 隊友都在撤退了 好吧 撤退之後撤退 沒關係 我們清個兵線 清理兵線還是最優先的 我們在打會戰之前 還是要看一下我們 各出的兵線有沒有推出去啊 你看這場對方納克羅斯 就是不斷的在奔推我們 這根本就是完全在B站 我們在藍區的時候 對方納克羅斯在推我們上路 那我們在上路的時候 納克羅斯想要推我們的中路 我們在中路的時候 納克羅斯跟他下路閃了一下 哇 完全就是 不想跟我對石頭人見面就對了 那那個納克羅斯應該是很會唱 根本不會再見面 哇 這邊我們的隊友感覺 都在蹲在後面 這邊二技能 溜了一下 直接往後面開一個大招 這個大招實驗非常好 直接挑飛了三四個人 這時候先往後面拉了一下 然後再往前 誘惑我一下 那個奇兒 打我就對了 這邊幫隊友弄個護盾 那這邊感覺 會戰還算是可以喔 okok 這邊我治癒也都開掉了 好 既然你要打 哇 要打魔龍嗎 okok 因為對方納克羅斯還有奇兒 這種有制裁的都已經死亡了 那這個魔龍 基本上 就是安全無餘的 我還可以幫魔龍弄個護盾呢 那我們小丑正追著對方的結音 走走走走 我們小丑有藍buff欸 哇會不會太誇張啊 ok超級無敵兇啊 那小丑現在根本超猛啊 一套傷害不知道多少 連井都不是他的對手啊 都射不夠 都射不夠小丑呢 哇 嘞嘞嘞 好 我們魔龍又在整理野區 那整理野區的同時 我可能可以去找一下 先看一下我們自己在野區是否安全 那我們再去可能蹲點 或者是哪邊兵線比較不足 或者是去找對方打野的動態 給隊友比較安全 那上路看到上路囉 納克羅斯再跟給我們上路 走走走 既然你不想看到我石頭人 我就偏要來跟你 跟你say hello 納克羅斯再在草裡面喔 這邊直接開個大招 但是我們隊友好像沒有意識 只有一個喬爾有意識到 因為我們剛剛羅波正在吃古龍 但是這也不能去怪隊友 因為畢竟都是憑著整個地圖灌在打 都沒有雲 別人也不知道你要開戰 然後撤退撤退 我們再看一下對方 野區空空如也 有納克在上路喔 OK 我們從屁股來嗎 為什麼有龍馬 龍馬直接戳了一下屁股 不得了阿 但是好像也有一點抓癢 畢竟我們身上有被動的BUFF 就是增加我們雙防阿 不得了 雙防還是非常重要 那我這邊血量只剩下3分之1血 那旁邊有一隻奇爾 隊友開的大招 我是必死無虞的 那不如就是往前衝幫隊友 幫隊友弄一個護盾阿 然後可能看是不是可以把對方挑飛起來 幫團隊整個做一個最大化的效果 那我裝備其實有些人會覺得說 輔助是不是應該要先出白盾 白盾就是我們第六件裝備 護衛軍戰盾 那可是我覺得朗博他的CD時間 真的是太久 比起沃馬爾阿或者是薩尼 他比他們都還要長的CD 所以我覺得我會先出聖騎戰隊的原因就在這邊 這邊看一下是也幫隊友擋一下喔 因為我們隊友都在吃魔龍嘛 但是我們上路的兵線非常的不妙喔 上路不行不行 齊爾還有龍馬 那我們還是一樣要跟著我們的射手走啦 幫隊友弄個護盾 雙雙兩個護盾 要來進攻防禦塔囉 我身上有個大招 喔我們聖騎戰隊已經出來了 OK我們保一下小丑 喔應該沒有要開打吧 喬爾回來喬爾回來 喬爾回來 我不要阿 這邊 我在一直想說要不要開大招 因為對方也在拉掉 所以就沒有進行一個大招 那我們的蘿蔔回去整理他野區的同時 這邊看到非常的多的人 三四隻四隻四隻 不行不行 這邊 喔有喔 我一進了有打中這個龍馬 行還行 那我們現在蘿蔔已經整理完我們野區了 可以來開一波囉 一個挑飛 哇大招直接中了三個人 再幫隊友開一個治癒 然後進了冷卻時間好長喔 那這邊 哇大禍全勝 OKOK我們喬爾 哇血量那麼的慘 你還不選擇回家嗎 OK有gas 不錯這個我喜歡 那我們馬上進攻敵方下路 因為我們下路的兵線是最好的狀態 哇這小丑真的是超級無敵兇 直接大招就完全就是無視龍馬的尊嚴所在 龍馬好歹也是有披風的尊嚴 欸OKOK 果然是DC系列的就是狂啊 那我們看了一下我們中路的兵線 並沒有帶過啦 因為沒人帶 五個人都集中在下路 所以變成說我們打完下路沒兵線 就沒有辦法再轉到中路 如果剛剛我們有一個人去帶中路的兵線的話 我們剛打完下路就可以順便一起去帶中路的防禦塔 但是像剛剛那個情形喔 帶線絕對不可能是我們輔助過去啦 輔助去帶線那你還不被有 當一個什麼問號 或是被隊友嘴 那這邊隊友選擇開了凱撒 OKOK 這邊已經有凱撒路 我們的喬爾還是不選擇回城嗎 那個血量喔 只有一格再多一點點 OK這邊一個非常漂亮挑飛 這個納克羅斯飛的超級無敵高啊 哇這個納克羅斯應該超級傻眼吧 怎麼會飛那麼高啊 不錯不錯還行還行 走小丑走 我這邊要保一下小丑 因為我們魔人在我們野區整理 整理野區嘛 那現在優先保的就是我們小丑或者是蘆兒 那蘆兒他有二技能應該自保能力還不錯 那這邊瑟菲斯已經衝了 我們也是跟著他衝進了進來 OKOK這邊幫我們的小丑弄一個護盾 基本上OKnice沒有問題啊 朗博怎麼玩差不多就是這樣玩 你說在逆風的話他比較不強喔 我跟你講任何一隻角色在逆風都不強啊 有哪一隻角色會在逆風強的 你跟我說麻煩在其他留言 差不多要結束囉 中午下路兵線都已經進到主堡 納克羅斯很積極在清下路兵線 但是主堡 好啦那這場朗博就差不多玩到這邊喔 因為我是用體驗卡玩的 那其實要玩起來的話還是不錯啊 只是說綜合評鑑的話 就是他的技能冷卻時間太長了 那今天朗博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是幼哥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影片結束囉 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還不錯的話 可以選擇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可以收到我影片更新的第一手消息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囉 掰掰